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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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导演金磊在浙江卫视的年度招商会上 曾经这样给纪念导师下定义 当下年轻人最喜爱的 跨时代的 最具创造力的 这点上来看 李宇春应该是不二人选 与此同时 如果真要用数据说话 李宇春当下的号召力 觉得是和周杰伦一个级别的 记者专门查询了QQ音乐数字专辑总销量榜 前七名当中有两位歌手都是两张专辑进榜的 除了周董就是李宇春 他同时也是数字专辑销量最高的女歌手 此外 对比出道资历 李宇春可能还比李宇春要长一点 正所周知 2005年现象及综艺超级女生之后 李宇春既宣布了出道 而李宇春正是以歌手身份亮相众人面前 已经是2010年的事了 另外一方面 说得更直白一点 数量绝对令人炸舌的玉米数量 应该是导演组选中春春的另外一大原因 此前将周杰伦请上到 实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接下来大家需要拭目以待的应该就是 玉米们到底能够撬动多少收视率 李宇春说 我是带着敬畏心来的 李宇春称自己带着敬畏心而来 敬畏 由于这是在10号晚发布会上 李宇春谈到做上好声音导师喜感受的两大关键词 其中敬畏他说了两次 可以说是相当直白 这也让人更加期待 他在节目当中会有怎样的表现了 据上游新闻 重庆晨报记者了解 在晚上的发布会之前 10号下午已经进行了一场录制 李宇春说自己的初体研究室 这里的音乐氛围是让所有人敬畏的 但他也画风一转表示 今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无论是大家的感受还是故事 大家用音乐分享出来 这种美好是加倍的 是双重的 说到自己的加盟 李宇春坦言自己犹豫了很久 确实之前导师很多都是我的前辈 我有敬畏的心情 但是我也确实很想要来看一看 感受一下 让李宇春格外有兴趣的是 今年好声音东新增的原创赛道 特别期待在里面听到一些新的作品 李宇春坦言 自己也从别人帮忙写歌的阶段是过来的 像李宇春在2007 2008年的时候就帮我写过 09年就开始自己创作 就是觉得自己心里有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是半路出家开始创作的 所以会更加的想要听听 年轻学员他们的声音和表达 李宇春说 音乐就是有感知性的 挑选学员的时候 我会考虑的东西可能更多元化一些 出发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